去年家裡的小狗往生 小孩子把牠送去火化 火化以後 把骨灰請回家 一直放到今天 請問這樣做好不好啊 不太好 因為這個骨灰呢 如果牠執著跟著骨灰在家裡 然後牠沒有超渡是個軌道的話 對家裡就會影響 所以我們會把骨灰送去埋葬 或是如何 但是不放回家 那有些雖然你們把骨灰火化了埋葬了 但是這隻小狗 执著家裡的人 這樣也不行 這樣家裡的人也會不舒服 所以要超渡牠 但是基本上至少不能把骨灰 除非牠是個聖者 如果阿洛漢菩薩的骨灰給你好不好啊 那當然好玩有加持力嘛 但是如果是 牠是個普通眾神或普通人 最好不要 那當然祖先 你排位在家裡 供飯菜啊 回向啊 那是應該孝順 應該要這樣做 所以最好把它放到 有些地方 還有專門放動物骨灰的地方 哇 謝謝大家